其實我現在還在上班啦 但是我們同事已經反應了 他說那個竹林假日比上班還好 那我公民記者會誤入公民記者這條路 其實要負責的幾個人今天都在車上 一個是如平跟豐佳老師 何大哥你也有份 然後其實我是就是看到那個社區大學一堂課 他就是環境保護大升工 那我本來就是跟著小孩一起成長的一個社區媽媽而已 那就是因為對社區文化的部分 那我之前是對那個文化保存的這個部分有興趣 所以也去受了訓誓文化導演資工 那大部分是在社區裡 那本來就有在做報導還有攝影的部分 那就是社區大學這一堂課把我配進去之後 我才發現這原來是公民記者培訓班 那那個班老師就是凡是今天沒有來的主編 彭瑞祥 然後再到了那邊之後呢 就那時候剛好就是那個李慧仁的不能戳的秘密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當初社大那個秘書長高如平他就說 我們應該來辦一個從全書會來辦一個公民記者的一個社團來集合我們公民記者起來有一些力量 那我那時候還是新生嘛我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呢發現有兩個老師一個是何周勳一個是莊風嘉 那我那個時候也搞不清楚啊我才去社大上課一兩個月而已嘛 那我就看評估一下 我這個程度大概需要專人指導 所以我評估了這個兩個老師我覺得 莊風嘉應該才是好的 所以我就選擇莊風嘉老師 我就說這個公民記者要怎麼當 他說來開部落格 我說開部落格我又不敢問他到哪開啊 所以我就去匹克幫開部落格 後來後來才發現喔原來有一個新聞網站喔叫做新頭殼 那我們可以在那邊開部落格 那你的公民報導可以放在那一邊 那慢慢的我就在那邊也非常感謝新頭殼 能夠給公民記者有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喔 那因為寫著寫著我後來發現我也寫詩耶 也寫一些評論那怎麼辦啊 再開一個部落格 所以在新頭殼裡面有兩個 一個公民報導的時候就是我的本名黃竹林喔 那另外有一個是雙布林林子 因為我是林太太 我們全家只有我姓黃其他都姓林 所以說我就另外有那一個 那為什麼那個要用筆名呢 因為我怕人家知道這個歐巴桑也寫詩耶 然後為什麼剛說何大哥也要負責 因為後來就是我覺得有一些事情是身教 甚於演講 那我的兩個小孩從小就是跟著我在社區當志工長大 那所以說後來他看到我當公民記者 然後他默默的老大有受一些影響 所以說何大哥當他在開那個金羊毛那個培區班的時候 他本來一直鼓勵我去 我說這個50歲的媽媽去會不會太老了 我派我兒子去吧 後來我兒子終於被我騙去上課 那我覺得也非常不錯 我也是一個聖地軍 對 然後今天那個雲林喔 雲林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兩個小故事喔 一個小故事是我第一次 我其實是城市老啦 是台北人 那我第一次到雲林 是我專科的時候被我同學騙去的 所以我第一次到雲林是被騙的 那怎麼說 因為他是雲林農家的子弟 然後呢他們有很多田啦 然後爸爸還是公務員喔 然後在農會上班 那但是他的田有個一小塊一小塊 所以他的媽媽喔必須騎腳踏車 這一塊田那一塊田 就是他們非常的精緻 他包括說比如說種玉米 他們要把那個玉米稅拔掉 其他的地方好像不會這麼勤勞 那他們非常非常的勤勞 然後爸爸在農會上班以外 還養豬 就養母豬生小豬 所以他爸爸就跟我同學說 我們家養的豬喔 只有你這一隻沒有賺錢 其他養小豬都非常賺錢 但是後來就是他畢業之後喔 那他把所有的薪水都寄回家 那因為他是從事護理工作 所以說他就是他的零用錢 是另外再去當特別護士 夜班費這些當零用錢 所有的錢寄回家之後 他們家不到三年就改建娃屋了 建大的那個房子喔 那現在到現在為止 他媽媽七十幾歲還在種田 對然後呢 我就專門吃他們家寄上來的菜 那但是如果菜貴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菜吃了 因為他媽媽說當地就賣光了 那如果那個像白菜啦 高麗菜只有十塊錢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吃不完的菜 因為他媽媽非常的節儉 然後就是說有一些田整片 他們就不收了 因為收下來 你 就算你前面的腫苗啊 他們還是冠型農法 對 他的肥料啦 甚至是農藥這些扣掉 那已經是賠了 那如果再請人來收更賠 所以他媽媽就非常勤勞 就是會再去收這些東西 然後用貨運上來這樣 然後另外有一個就是 明天有一個行程師會去棉花田 那棉花田剛好就是之前 因為就是他們公益七歐喔 他們在雲林有一個農業競賽的部分 那是推薦一些學子啊 那來做一些設計 那其中有一個業者就是棉花田的老闆 那個鄭大哥 那這個地方非常好玩喔 我如果沒記錯 那裡叫熱內 因為那個字很難寫 熱內 熱內那個地方喔 事實上是毛巾的故鄉 然後呢 事實上在台灣喔 以前也種過棉花 然後說這個鄭大哥 他也是就是轉業回來他的故鄉 那時候他就想 這麼因為如果說 用慣性農法 你要創造農業的產值 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思考 他怎麼帶他的村民喔 一起走向一個更有產食的農業 所以說他想到了 在熱內這個毛巾的故鄉 沒有人看過棉花長子的樣子 所以說他就想到了 他去賦予棉花田 所以他這個地方是一個 蠻有意思的地方 那沒有看過台灣的棉花 那這是我這一次最期待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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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